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留房养老 那基本上我们的确可以结合陈律师的专业 把不动产做一个信托 不管你是台湾的不动产 还是国外的不动产 台湾的房子都很贵啦 比如说你卖掉房子 你有2000万台币的资金 那你有2000万的台币资金 你要付给公佩 举例你1000万要放在台湾 对不对 然后你把它定存实在利率很低 很低 台湾体很低 那比如说你可以做一些 比较稳当的投资型的理财产品 或者针对不动就当定存 对 然后每个月固定就发养老金 对付生活费给你自己 那我们就可以订立一个信托 对吧 然后另外1000万呢 我们可以去海外购房 为什么 因为马来西亚跟泰国的海外房地产的 这个租金投资是比较高的 对 大概3点多%到4.5%的进货率 然后还加上房产的增值 所以呢你卖房养老之后呢 有一笔资金之后 就做这样的一个配置跟投资 就可以呢 比如说您现在60岁了 那你可以做一个资产配置 是不是我们把它配置到80岁或90岁 甚至100 所以因为现在人都活得很久嘛 对 就是卖房养老 是 好那当然有人也不只是运用在国际不动产 也是在台湾的房地产也是可以这样做 对 那第二种呢就是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就是你房子不卖 比如说我们是台湾的物件 对 就放在两三千万的物件就放在台湾 那我们就去找一个银行所贷款 对吧 或者是你已经有贷款 那我们就做增贷 对 那增贷出来的钱呢 对不对 你还是要付本利贪给银行 对 对吧 所以你要算好 你这个钱贷出来 大概我们要信托几年 或者是到你的终身 对吧 是 到我们走之前 人生结束之前 那你就要计算说 这样的一个 你要贪还本利贪 那借出来的钱是不是再去投资一个 我们负担期的房地产 对 不过我说真的 台湾这几年的房价呢 过去40年的房价涨了10倍 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 可以来上我们的这些房地产相关课程 我们会告诉大家 过去台湾40年的房价曲线 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基本上你卖掉现在的房 你也无法再卖回 过去的这个价格了 所以呢 我们才会推广说 买各国际地产 带大家去海外 去买一下泰国物件 因为真的 蛮夸张的 真的150万台币 就可以买到一个捷运宅 而且捷运在这门口 门口还有1000平的商场 然后周边的生活经济都非常的便利 比如说你在台湾 用你的房子去贷款 然后贷款出来 比如说有2000万 那1000万里面 其实也不叫那么多 我们可以来分配 这个额度里面 哪一些做理财规划或定存 然后再来就是要去支付本地单 那定完的钱 我们去国外做投资不动产 也不一定要买到100万一间的 你懂我意思吗 有1000万你可以配置市中心 三间 所以你可以两间收租 一间自住 多的钱还可以做一个居留证 我觉得这个就是 以防养老跟台湾的银行贷款 因为在国外的贷款利率都相对的高 可能要到5% 6%的贷款年利率 而且现在因为是对外国人 我们在那个国家没有薪水的收入 所以其实说真的 贷款也蛮难的 那我们的这笔钱是可以拿台湾的房地产 甚至连信贷都比那边的房贷 会来的便宜很多 所以可以做这样的运用 那第三个就是留房养老 那留房养老 当然就是说你房子留着没有卖 然后找专业的管理团队 来为你做代出代管 然后创造很高的租金收益 这些租金收益就变成了 你的配收金跟生活费 然后再用信托的方式 分配到你自己的账户里面 这一点 那国外的房子 因为国外的房子有比较多的租金投报 比较高的租金投报 所以呢 你可以借由即使是国外的账户 或台湾的账户去分配租金 给你自己 那所以呢 这就是所谓的自益信托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如果有多的话可以给子女 那就是大益信托 所以就是根据每个个案来做不同的规划 是是是是 那比如说你买三间嘛 然后大儿子大女儿比较乖 或小儿子比较乖 对不对 然后一人分配一间的租金 对对 那还有一种 如果你们有常来上我们商学员的课程 就会常听我在讲说 有些时候呢 等到我们七老八十 要人生要结束之前才去分配遗产 不如早点分配 对 为什么 你会让孩子感受到你的爱跟温暖 然后而不是呢 这些 那我们大人是谁 而不是是谁呢 一天到晚希望怨念对不对 而不是这些我们的后生晚费呢 每天有怨念希望我们早点走 所以呢早点分配 那你可以利用信托 比如说你台湾或国外哪些房地产 你可以借由陈律师的专业 可以来找我们买购 那我们请陈律师把我们做一个专业规划 那你可以把台湾的不动产生 产生的租金收益 或国外产生的不动产租金收益 我们可以做一个信托说 妈妈在世二十年 只要妈妈还活着 这租金都是我收 只要我过世 租金就换你收 对不对 或者是说呢你有好几间的房产 不论在台湾还是国内 那只要在这前面二十年 租金都妈妈收 或前面两间是妈妈收 后面一间是你收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以做这样 可以做不同的规划 都可以做这样客制化的决定 是客制化 是没有错 好的那经由这样子 小薇做一个白话文的解说 大家有没有更了解信托的呢 那当然就是用这种三种信托方式 那你就可以选择最符合 最适合您的方式 那如果你对这些方式 都还不太清楚 想要更详细的理解 那都欢迎呢 在我们这个画面上呢 有个QR Code 你可以扫码 或者是拨打询问电话给我们 好吗 好 接下来我想问说 那陈律师这个费用会不会很贵 我方那个镜头前面的消费者问 这个费用一定是非常的人性化 真的啊 但是我们会看个案来做组合 真的喔 那如果我买一个300万的 泰国的小房子 费用会高达到十几万吗 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放心 不会不会 那每个月会到大概几万块的这种 也不会啦 不会啦 那感觉就是非常划算 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是 太好了太好了 好好好 那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扫码 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询问电话给我们 好 那我们再问喔 陈律师我想了解 有没有一些实际案例 可以让我们的观众了解一下 好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实际的 一个比较贴近生活的信托的处理方式呢 实际案例 好那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其实 在我们那个年代 有个叫郑绍球储留箱 他有个老婆叫沈殿祥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他看起来就是非常有福气的一个人 大家都叫到肥姐 那后来他因为癌症过世 那时候他女儿还很小 所以当初他有委托信托机构 在他35岁的时候才可以拿到遗产 最近我们就知道一个消息 就是说这个遗产到最后 那个女儿也拿得到了 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有几个事情可以讨论 就是说我们在讲说千金难买少年品 有时候少年得志大不幸 如果说今天他没有做这个信托的时候 他这个女儿如果很早就拿到这些钱的话 我看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了 因为年轻人嘛爱玩嘛可能把他花掉 但是因为他有做信托的关系 所以他35岁的时候他比较成熟 他就可以拿到这个钱 所以他历经人生的一些历练 把这些钱守住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那再一个重点就是因为过程当中 我们刚刚讲到信托监察人 那沈殿侠他这个案件 他就是找郑少秋 来当信托监察人 他的前夫 对 所以他是一个很伟大 我们从这一点看出 沈殿侠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妈妈 因为他不计前嫌 他不会说因为很多人跟潜入离婚以后 大家就老死不相往来 他为了他女儿的这个信托 能够受到他的保障 所以他还是找到潜入 他觉得潜入还可以保障 毕竟苦毒不食指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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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我觉得他这是一个很好的个案 我大约有看到这个新闻 就是他女儿就是在35岁的时候 可以接受这一笔信托的遗产的时候 对对对对 他是有感谢他的母亲 对对对对对 因为让他知道说人生其实 要经过很多的挑战 对对对对 才可以获得丰硕的成果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遗产就归获得很好 传承的非常有意义 所以就是归功于信托的功劳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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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是是是 好那还有吗 还有其他案件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在讲梅艳芳 那梅艳芳那时候 他也知道说他已经有得癌症 所以没有办法再照顾他的妈妈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想把所有的财产都给妈妈 但是他知道说他妈妈很爱打牌 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把财产败光 所以后来才跟信托机构签约说 一个月给他7万块港币的生活物贵 我7万块也很多 对7万块也是二十几万台币 我一个月也花不到7万块台币 是是很多人对是 7万块港币 对然后后来他当然他妈妈就拿到这些钱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强调一点 就是梅艳芳他这个信托 其实他有个可以再做得更完整 就是他吃利不吃本 他应该把不动产留下来 过了10年以后他的不动产当然就是真实 但是他当初为了要做这个信托 他把不动产卖掉 觉得是有点可惜 其实他可以透过刚刚小薇讲的 比如说我们有金融商品 或是不动产的投资 他有固定收益 他来付这7万块可能就够了 他根本就可以不用卖不动产 所以如果有不动产的话 也可以用这样的形式来考虑说 到底个案要怎么做 会比较对小朋友 或是对自己有保障这样子 对了解 还是要跟专业人士来讨论 是基本上我是比较害怕金融商品的 可能近期在台湾这几年来 很多的金融诈骗案 比如说奥峰啦 对不对 IMB啦 所以如果有不动产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我是比较喜欢不动产的 是是是 然后不动产呢 像今天我们提供就是一个 不动产信托的一个应用 可以让你的资产充分的获得保障 也可以把这个不动产信托起来呢 继承给你想接收的人 想继承的人 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 对吧 如果美艳芳那时候选择的 不是卖房 然后把那个那一笔资金呢 给母亲做信托 如果他是留房养老 对吧 然后找一个专业经理人 把他做代出代管 然后留着房子又增值 然后收进来的租金 又给母亲做安养 就是给他做退休金养老金 对对对对 那现在呢 现在都涨了好几倍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又实际运用了不动产信托的一个 更高层面的一个运用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蛮好的 哇太棒了 谢谢陈律师今天给我们 这么专业跟精辟入离的一个解说 太好了 那我这边做一个总结 很荣幸可以请到陈明镇 陈大律师来为我们讲解 信托的一些非常专业 跟实际的操作的一个案例 那这边为大家总结一下 就是说我们可以协助你做的是 专业的不动产信托 那专业不动产信托里面呢 会有卖房养老安养信托 乙房养老安养信托 还有流房养老安养信托 这三种我们都可以协助 来为你做一个完整的不动产 专业信托的服务喔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需求的话 就联系我们的这个咨询电话 还有QR Call好吗 下一集呢 我们会为你带来一样专业的 法力小学堂的支持喔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